這裡沒話說 你們主持人吃腦的時候 要老師吃 老師講 算是嗎 老師 這樣才對嘛 真的 老師大聲講出來 老師 講道話 你們兩個有秉極執照 有 整個標準不一樣 跟靠子是不一樣的 哇 好大一口 你其實想整口吃了吧 沒像那一點 吃進去 哇 真的 這家一口 哈哈 如何 給你講一下 這個 就是標準的那種 義大利菜的那種做法 他剛剛不是有撒一些 那種香料之類的東西對不對 不管是七味粉 或者是那種調味胡椒 那種東西 他主要是讓它增香 他本來就是炒的時候 讓這些水果都是濃縮的香味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吃的水果 那個香氣特別重 然後呢 他又用一些醋 用一點點那個鮮香料 去讓它香氣更足 所以這個如果說 一般來講 就是說你做義大利菜的話 可以做這一道去當前菜 這很棒 非常的棒 對 而且有水果香 然後很健康的感覺這樣子 也有起司濃濃的奶香味 而且不油 對 完全沒有油去炒 餅集知道OK嗎 餅集OK啦 OK啦 謝謝 謝謝 哎呀 阿小叔 我覺得你公主不公道話 而且我今天今天 哇賽 我鮮得很漂亮 OK 好 那個孩子安靜 安靜 是剛剛最怕的在小坡 好 那個小孩子好 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請讓我安靜 請安靜 那你會背後 你總看哪個背後 你看 我們先說 其實它有個地方很值得贊助 就是一般我們做這道菜 很多師傅喜歡用美乃滋中間去拌 那因為美乃滋是很油的 油膩的感覺 可是它用起司片 而且用滴子起司片 可是它吃起來是有美乃滋的感覺 但是就沒有美乃滋的那個油 所以我覺得這是它很成功的地方 而且它是非常巧妙 用兩種起司去做 上面的起司丝跟裡面的起司丝 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特色 那至於它的熱量呢 事實上就是說 像你那個青椒那麼長一串 青椒就是一個青椒船 大概只有120卡 所以呢一般 我們吃起來說一半的話 才大概60卡可以 對 所以其實雖然熱量很低 而且就是說裡面很多的維他命C 而且還有一些水果的一些纖維質 尤其現在很多年輕妹妹 在減重的過程當中 可能纖維質吃不夠 會有便秘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道菜倒是很值得去嘗試 唉唷 真的很好吃 雖然現在身部已經分出來了 對啊 還沒還沒